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任务复杂的是感情 特殊身份 我一直记得我是警长 一切不同 你为什么骗我 告诉我 还有谁 《普法》栏目剧特别奉险 迷你剧集 看《普法》故事 陈杰辉 前面我们看到 阿辉接到的第一项任务 就是打入犯罪团伙内部 去当一名卧底 他面对的 不光是时刻可能到来的危险 还有双重的身份 所带来的内心煎熬 阿辉觉得这样 矛盾周旋的环境中 游走着艰难的执行任务 最终 成功捣毁了 以毒枭 嘴瓶为首的犯罪团伙 如今阿辉 已经成长为一名 成熟优秀的警察 在今天的故事里 他又有一项新的任务 这次 他的目标 是潜伏进一个 组织庞大复杂的 制毒贩毒团伙 拨进所有制毒工厂的位置 进而 一曲捣毁整个 制毒贩毒网络 这个团伙的核心人物呢 是一对兄妹 哥哥叫林杨 妹妹叫林语 林杨呢 很讲兄弟情谊 但是为人谨慎多疑 他的妹林语呢 本来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但是 因为从小和哥哥相依为命 组组组组 一起干了这犯罪的勾当 初入组织 阿辉表现出的沉稳和能干 渐渐受到了 团伙老大林杨的气候 而中国一来二去的接触 林语也喜欢上了 这个位置而帅气的阿辉 阿辉来 吃 谢谢 但此时 阿辉心里有了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 他一直在照顾着的 吸毒女孩 施施 这样的情况 使阿辉的卧底工作 变得复杂起来 与此同时 这个犯罪团伙内部 也并不和谐 林杨 产生了隐退之心 趁现在还不晚 将赶快金银洗手 但这个想法 是引起了团伙中的 二号人物 一个叫 神昆的人的警觉 神昆这个人 功于心计 而且心狠手辣 一心 想除掉林杨 取而代之 那么 就在这样一个 本来就暗潮 涌动的犯罪组织中 陈杰辉的存在 将会打来 什么样的风波呢 而他 又该如何去获得信任 完成 卧底任务呢 目标已上车 目标已上车 一号车跟上 一号车跟上 小心不要被发现 连老的货都干黑 你是不是不想混了 李哥 这事我真不知道 都是我手下进的手 你这样 再过一天时间 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甭跟我废话 就给你二十分钟时间 小心一点 警告车 保持实际 保持实际 李哥 现在这个交通 你也知道 二十分钟 哪都去不了 你这不是在 逼我死 告诉你 我黑力说话 从来不说二百 二十分钟 见不到祸 上五号告辞 时间太久了 一号车下 二号车上吧 二号车 有没有尾巴 不确定 确定后悔复 好 继续 轻转好 二号车 干吗 如果是 远辑 确定 雷 阿辉 有尾巴 不要慌 要不撤一下枕条 目标是下车 不对 刚才不是这几个人 这叫包 来来来 重新消灾 盯着鱼丸 谢谢 要不要吃点东西 不用了 进车 这事不是我不讲道理 是你兄弟坑了我实在损失太大了 现在你约定的时间还不到一分 要是我见不到货 那就对不起你了兄弟 敌人 这次算你命大 没敢在我这里面掺水分 下次就不只是 是使你一个这么简单 放他们走吧 好嘞 我知道了 今天要不是阿辉 我就没有命回来见兄弟们了 阿辉 以后我们就与兄弟相撑 从今天开始 阿辉说的话 就是我说的话 大家一起叫声辉哥 辉哥 辉哥 阿辉 阿辉 你可不要辜负了兄弟们对你的希望 这样吧 过几天 我带你去工厂转转 好 阿辉 阿辉 有 近日,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警方一据破获了以黑力为首的贩毒集团,共有19名成员被抓获归案。 这生意不好做了,处处门枪生,这蛮物都快成卧底了。 咱们不会让黑力给点了吧? 一行有一行的规矩,在交货前一秒被抓,那是卖家的责任,在交货后一秒被抓,那就跟卖家一点责任都没有。 黑力他总不会不顾及家人的安全,破了我们这行的规矩,再说,就算他把我们给点了,警察对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 阿辉,跟我走。 坤哥,我看你最近地位又不保啊,老大最近很喜欢那个阿辉。 我最近听老大几个手下说,老大有不想干的念头,这不行了,老他不干,那我们怎么活呀?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雨,任劳任远,咱们为林阳打出这么一个局面,他说不干就不干,还想找个小白俩来接替他。 他想得美,他不干了,我神坤就取而代之。 就是,坤哥,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跟他说,我们就忘了。 好。 我跟他说说,我去那车坐会。 我跟他说,我和他说说。 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喜欢阿辉 哥 你说的是什么问题啊 是就是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秋雨 我不想干了 再这么下去 我们永远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 再干几次 我们就走 还是阿辉 我们去国外 哥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你啊 别死了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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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老子动 还管老子要毒去 滴 走 吸 吸 让你吸 让你吸 吸 阿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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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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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 一 向 都是她 是她毁了我 曾经是那么爱她 大学毕业之后 我们俩一起来到这个城市 想要打拼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谁知道 她一直在酒吧里的应酬 冲了别人递来的几根烟 就染上了毒品 慢慢的 终于越来越厉害 花光我们所有的钱 看着她痛苦的样子 更加难受 我想证明给她看 毒品是可以借的 所以我也吸毒了 但是 真的借不掉 吸了才发现 是真的借不掉 后来有一天 她消失了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早点睡吧 明天 送去借助所 毕竟有些大型 准备捣毁林阳最大的值得工厂 你要想办法找到准确的位置 好 我还有钱 拿着吧 林阳给你钱可都是赞款的 我会给你钱 我会给你钱 好 知道了 怎么了 老二抓个内鬼 我们去看看 好 怎么回事 我早就怀疑这小子了 今天他出去办事 我派手下的兄弟跟踪 没想到 他竟然和警方的人接头 我没有 我不是内鬼 大哥 救我 救我 你小子还敢嘴硬 我真不是玫瑰 是神官 他算计我 是他 告诉我 还有谁 大哥 你也不相信我 这次你失了手 别怪大哥 对不住 我能放心 你的家人 我会安排好 你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我怕你 老二 你要搞清楚 他是我的人 要处置他是我说了算 你算什么东西 你知不知道 前几天 我们几个兄弟被抓 都是因为这小子 做我们这孩子呢 有命能进去 有命能出来 老大 你太心思熟了 以后 你林阳不敢做的事 我神功 屁你干 阿辉 把他拉出去埋 我家里有情 我家里有情 今天这两个答案将有一个被烧火 同时另一份答案将建立 除了我和局长外 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你的身份 你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 你会感到无上的光荣 你成功的时候 你将受到英雄一样的待遇 同时从今天开始 你将承受常人不会承受的痛苦 你将遇到前所未有的困惯 你准备好了吗 你刚才为什么不救她 当她被老二抓到了那一刻 其实她已经死了 老二说的话 有可能是假的 假的又怎么样 就算我今天救了她 她已经被老二跟上了 下一次也是死 况且我也不确定 她是不是真的窝底 不如早点结束了她的痛苦 李承跟了我五年 她有个奶奶在北方 你明天呢 去给她打热钱 每次看你做菜 都是一种享受 我是从小又当爹又当妈的 能做不好吗 再说了 做不好 我们家小野不得饿死 还没进门呢 就闻到香味了 阿辉也在 做这么多好吃的 喝点菜 真好吃 阿辉来 吃 谢谢 我这个妹妹啊 心里藏不住事 喜欢谁 一眼就能看出了 吃你的吧 阿辉 自己来 对了妹妹 今天都顺利吗 挺顺利的 好 最近风声不要紧 你们自己小心点 放心吧 妹妹 这两天 你带阿辉去工厂里看看 好啊 好啊 出去 我出去 慧哥 我出去 慧哥 求你了 走 慧哥 求求你 我是忍不住啊 我真的忍不住 那种感觉 就像几千只剩在插我 只有这样才有钱 谁能买毒率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 你才二十岁 你再这样下去 你就是个活死人 你知道吗 你干什么你 你杀了吗 你杀了吗 你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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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哥 生日快乐 你怎么知道是我生日 给你打扫卫生的时候 看到你台立上标着呢 所以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 能记起我生日的 你还是头一个 我以后每年都会记得的 老大 进来吧 老大 慧哥 你是不是嫌我脏了 不是不是 我只是 不想让你们身体来 我不是在报答你 只有在你的身边 我才感觉到安全 我只有在你的身边 我才感觉到宁静 我只能让你身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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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吗 放心 都准备好了 不过老大的手下 有几个是不能忽视的 李成已经被咱们搞死 阿辉战时间不要等 其他的都好解决 最难办最不好对付 就是林阳的妹妹林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拉冷不过来 就废了 喂 来酒吧 我有事找你 好 我出去一下 明天回来 明天带你去戒毒所 以前人们在思雨开始收获 躺在高高的古堆上面笑着 我穿过金黄斑麦片 去陪草草人唱歌 等着路山风吹过 你从一座角落的小城经过 刚好屋顶的雪 化成雨飘落 你穿着透明的衣服 给我一个人唱歌 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 等候鸟飞回来 等我们都长大了 就剩一个娃娃 她会自己长大远去 我们也各自远去 我给你学习 你不会灰心 就这样 你是怎么知道我生日的 你看过你的身份照 知道你今天生日 谢谢 大鬼 确定我 确定我 人在里面 好 告诉兄弟们说 一定等他出来了再动手 你怎么不戴上 这里人太多了 我怕能丢 我帮你带上 他不想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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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最后 电视频 sponsorship 馬上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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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你没事吧 去我那儿 我帮你包扎 走 喂 什么 知道是谁干的吗 行 我知道了 章语 你看清楚那天 看你的人吗 喂 喂 老板 看不清 天太黑了 你会想到谁 我们再干一次 这两天就走 好 我听你的 怎么样 伤得没事吧 没事 你要小心点的 背后有个三斤 可能不是针对我 是针对林雨 会是谁呢 不缺电 可能是 神坤 我会派人盯着他 最近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你要抓紧时间确定制度工厂的位置 好 快了 林洋快带我去工厂 李承 李承死了 他是个好警察 你怎么知道这是个警察 他最后的一个电话 是打给你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是我们的人 为了他们美国人的安全 这钱我用不上 给李承的奶奶吧 你也小心点 一看情况不妙 赶紧脱身 让环境险恶的是人心 他最后的一个电话 是打给你 我得对你放心 让任务复杂的是感情 扔掉下去你就是个祸子人 你知道吗 特殊身份 我一直记得 我是警察 一切不同 你为什么骗我 告诉我 还有谁 无法栏目剧特别奉献 迷你剧集 卧底 原来李承也是一名警方卧底 这个事实让阿辉非常的震惊 而李承的牺牲 也给阿辉敲响了警钟 他的周围 可谓已经是危机似乎了 我们来说一说法律问题 雷杨犯罪团伙 可谓是罪行累累 首先呢 他们制造运送贩卖毒品的行为 已经触犯了刑法 我国刑法第347条明确规定 走私 贩卖 运送制造毒品 无论数量多少 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予以刑事处罚 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 比如鸦片达到1000克以上 海洛伊或者甲军本领案50克以上的 或者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将处15年以上 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甚至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 而团伙的二号人物 神坤呢 非法持有枪支 并且还枪杀了一场物 这是严重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和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情况 我国刑法第128条明确规定 违反枪支管理规定 非法持有四肠枪支战药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居以破取管制 清洁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刑法第232条规定 故意杀人的 处死刑 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 因此 神坤还面临最严厉的刑法 虽然现在所掌握的罪证 并足以将这伙犯罪分子 绳之以法 但是警方还不能够收网 因为还没有摸清 所有制作工厂的地点 无法将奔着团伙 彻底的一网打尽 而这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正是卧底警察阿辉所接吻的 若今阿辉已经成为了 团伙老大林阳的心腹 但是要想完成任务 也并不容易 因为林阳这个人 仅神多疑 工厂的地界 一直是严加保密 只有他本人 和最吸引的妹妹林宇 才完全清晨 虽然团伙的二号人物 神坤都是指之其一 不指其二 现在阿辉 阿辉在团伙内部的处境 可以说是越来越危险 一方面 他要时度注意自己的言行 不能够暴露身份 另一方面 他要应付团伙内部的争斗 提防神坤的瞬间 那么接下来 阿辉 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险情 他能够完成卧底任务 明天你告诉我们 卧底故事的第二集 今天出了这个门 你就是我神坤 永远的敌人 海派小区一号楼1105 是贩卖走私光盘的加工点 请你们快来 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的人里面 肯定有警察的卧底 为什么不说我 你随便把我 抓到这样 警方的人接触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